看一下上个星期就是录制聚集 所以我们产生两个按钮 所以上个礼拜其实就是把一个叫插入栏 插入栏其实有三个栏 一个栏是年区跟路接到 那假设我们将来不希望说 每次只要有新的资料 重新又下载一个档案 然后就必须要重新再把那个三个栏位 在手动的方式产生的话 那实际上你就可以用程式方式来解决 所以其实写程式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只要你那一件事情是重复做 而且是有固定的逻辑的话 那是你就可以把它转换成那个程式 那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想 其实很多人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有固定流程的 那你只要把这个流程 全部都把它串成一个程式的话 那其实说真的 你一天花的时间真的不多 不过前提是 你需要具备有程式的思考的这个逻辑 OK 你要必须把这件事给做出来 当然是不容易的 OK 那要怎么可以把那个程式给写出来 那更不容易的 所以像我们前面其实没有写到程式 可是它会自己帮你产生 那产生其实最主要还是透过什么 所谓的录制聚集 OK 那所以前面其实是要怎么样录制 那录制完之后 它这个程式是放哪里 你恐怕也要知道一下 那当然录制完之后呢 我们会在模组里面会产生Sub 所以你要知道 我程式到底放哪里 你要可以把它找出来 那找出来之后的话 可能还是要加一些注解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上注解的话 那你会不知道说你到底写了什么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希望上礼拜有提到其中报告了 主要就是因为下下礼拜 就是要交一个报告 所以我会提前跟各位讲 那这个其中报告部分的话 我也有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那个Moodle里面吧 我记得好像我已经在那个 作业区里面已经预先先 把这个时间给 这边有一个主题六的部分 那这边就有其中 这个专题报告的说明了 那还有啦 时间部分就是 下下个礼拜 应该是什么 下下个礼拜吧 下下礼拜这一周 那我多给各位一个时间 大概就是多一个礼拜啦 所以也就是给各位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就是从今天算起啦 还有21天 21天啊 好像感觉蛮多的 不过就是 我是希望说你真的能够去思考 找一个题目 那那个题目其实有点类似什么 类似那个我们前面做的那个 台北市的住宅窃道点位资讯 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里面主要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资料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不止一个问题啦 三个问题的答案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想知道 历年的台北市 那个窃道案件是变多还是变少 OK那怎么知道 但第一个你不能说我感觉 我觉得我很主观的觉得 当然主观其实说真的没有意义啦 OK 各说各话而已啦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个争变 那就是因为没有拿出那个资料 没有拿出数据 OK 所以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那最后没有交集而已啦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可以拿一个相对客观的资料 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 OK 所以我们利用 所以刚好开放资料里面 政府有开放这个住宅窃道点位资讯 那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那我就知道说从104年到今年为止 总共的那个发生窃 它一笔就是一个瑞克 一个瑞克就是一个窃案 所以总共好像有三千多个窃案吧 那假如这么多窃案 你要能够从中去分析出快速的分析 我是觉得Excel这个工具真的太好用了 因为它里面有樞纽分析表 这功能其实其他的四川表不见得有 而且即便有类似的 也没有它这么好用 所以为什么Excel用到 它已经出来三一几年还历久不摔 我觉得它真的是 有一些蛮好用的功能 是无可取代的啦 OK 那如果你要快速分析的话 那当然用樞纽分析表 我们前面有做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产生年 那产生年需要用Excel的函数 有没有 所以我希望说 第一个你要先找个资料 那资料的来源从哪边找到呢 其实就从开放资料 OK 那我前面讲了Google查开放资料 第一个就是了嘛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会希望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不用开放资料 可不可以啦 其实我主要是希望给你们一个方向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资料 OK 只要是符合我们要的啦 比如说像我要有个目的性的 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喔 OK 那如果你有这个资料的话 也OK 不见得一定要是开放资料 但是你那个资料是要是客观的 你不要说你自己随便编一个资料出来 然后你自己随便瞎掰 那当然不OK啦 所以尽量是一个比较客观的 不要是一个不是很精确的资料的话 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啦 OK 然后呢 把这个资料下载下来之后 最后记得要存档 存档的话呢 如果你里面有VBA或聚集的话 可能要存成启用聚集的活跃簿 OK 不过有些时候开放资料是CSV 你可能要记得要另存一下 不然的话 像之前有同学 没有另存 直接存CSV 下一次打开之后发现悲剧来了 之前做的东西全部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CSV里面是没有办法帮你储存什么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那些全部都不行 它只能够存最基本的存文字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是希望说呢 里面至少要有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说 你要会用 比如说你要取得资料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里面Excel的函数 把它串成一个公式 取得某一些栏位资料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模拟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至少会利用枢纽分析表 OK 枢纽分析表的话呢 有没有 你要把那个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统计 本来资料3000多笔嘛 那我如果要把历年的话 变成说我要先根据年喔 有没有 104年总共发生的切到数量告诉我一下 有没有 那数量怎么 那不是叫你用人工算啦 所以特别注意喔 数量分析表非常好用 做报表真的是太好用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不会用这个功能 你说你会用以Excel 我觉得你应该没办法说服别人啦 我觉得最基本以Excel一定要会的函数 你不会用 那你不要说你会用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会输柳分析表 第三个的话呢 因为现在流行怎么样 视觉化呈现嘛 你要给他一大堆数据 倒不如给他一个图吧 那那个图喔 要怎么让他呈现出那个数据背后的意义喔 你可以去思考 像有些如果数量的话 可以用直条图 如果有时间轴概念的话 你可以用折线图 那如果你有比例上面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圆形图之类的啦 那当然其他还有更多的图形我没有用到 那你说老师那我想要用什么 跟那个什么这个关联性正相关负相关 那我用什么XY的散步图啦 或者泡泡图啦 没关系可以 你只要 当然你如果用的越怎么讲 越多变化的话 那当然我给你的分数当然越高啦 OK 所以如果假设用 你比如说你找的题目喔 像有些同学真的可能功力不太够啦 所以可能找的题目是找 他说我叫你不要用这一个 不要用一样的 那就有很多同学就找一个什么 自行车窃盗 做出来其实蛮像的啦 但感觉也OK啦 只是说比较没有创意 所以没有创意 我会给你比较没有创意的分数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找的题目是很有创意的 然后是真的你有花时间去思考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而且这个结果呢 我也觉得这个我也想要知道 有没有 那当然我会觉得这个我自己也有说获的话 那当然我会给你相对比较好的分数 那另外的话 一样喔 你可以思考一下哪边可以套用函数 哪边可以套用这个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所以其中报告啦 主要选题 选题其实同学应该要花最多时间的 为什么 因为开放资料里面 到底哪一个题目是可以拿来用的 说真的啦 我自己都要花时间去找了 那怎么找比较简单啦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干脆找那个大家最热门 如果你实在没方向的话 你就可以先全部资料齐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话呢 当然一定可以用的一定是CSV啦 CSV档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你CSV点击之后的话呢 有四万多种 那哪一个比较可以用 可能自己框一下吧 如果你现在没有概念 我有时候习惯跟人家找最 大家看最多的 表示是最热门的 那浏览次数吧 或者下载次数吧 有没有 那你可以排序有没有 可以找一下 浏览次数多到少 OK 到底呢 大家最常看哪些资料 停车场 而且宜蘭 就是宜蘭应该是蛮难停车的吧 不然大家为什么常看这个 然后其他都还有什么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这可能跟这个还有什么 股票有关的 这些其实你可以在按照排序的 可以找一个比较popular的部分 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你的县市 比如说你可能不一定是台北人 你可能是外县市 你可以找你的所处的县市里面 有没有一些开放资料 你觉得可以拿来 那个问题可能你也是关心的 那你也可以去找找看 不过前提特别注意 最好是这个资料还是CSV为主 因为如果你假设是其他格式的话 不是不能处理 是相对复杂 OK 比如说像Jetson好了 像这边好像有一个格式也蛮多的 像Jetson有没有 这个Jetson复杂度就比较高 不是不能 但是可能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这边的话选题 可能还是请各位再自己花个时间 那比如说呢 我的习惯是直接就找CSV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看里面 我是用浏览次数多到少 有没有 然后往下卷动的话 第一页好像不是很喜欢 那第二页看一下 第二页里面的话 其实里面有一些 我觉得还蛮可以 像那个什么 各乡镇的人口密度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想知道的 比如说到底哪边是人口最稠密的 哪边是人口最稀的 OK 那当然你可以从这个资料找 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 往下我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 到底台湾的那个就是什么 iTaiwan的那个就是免费的WiFi 到底哪个县市是最多的 有没有 这边有个地区吗 有没有 然后呢 热点的名称 还有它放哪个地址 这个好像也跟我们那个 住宅窃到这里有点类似 那当然如果假设了 它这边总共跟我们讲说 里面有9000多个资料 那到底全台湾哪边的WiFi热点最多呢 那当然我们可能会先猜想 我猜应该是不意外应该是台北吧 然后其次的话应该是新北吧 再其次应该台中高雄之类的 但是答案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能够知道 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资料点击嘛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下载它 那它提供两种格式 一个是CSV 一个是Json 特别注意哦 千万没事不要点Json 因为你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你应该会没办法 因为它下载之后的话 这个Json格式哦 它其实 在这边有一个Json 那如果你这个Json要开都会有问题了 你开的话可能它要看 你电脑里面有没有软体 我看一般如果没有软体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记事本来开也可以 这边你比如说你可以用那个 最简单就是记事本来开 打开之后 当然你会觉得会是非常 光看整个 哇这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不用记事本来开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这样 直接拖拉到浏览器上面 它会出现个箭头之后 把它放开 它会用浏览器来开 那你说这什么东西啊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Json结构就是这样 那你说这什么结构 其实把它Ctrl加放大一下 其实我跟各位讲 Json也不是没有规范的 反正它一定有刮弧 那个刮弧一定就两种 一种是中刮弧 一种是大刮弧 那如果是大刮弧的话 它一定是有Key跟Value 什么叫Key 就是在幕后前面的这个叫Key 后面的话就是Value 那这个Key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类似像我们的栏位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它几个栏位名称 一个 有没有 豆点后面就第二个 有没有 Key 就栏位名称 后面的资料 有没有 放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 应该是在那个什么 WiFi热点的名称吧 Name 再来ADDR应该是ADDRS 然后这个应该是LATITUDE跟LONITUDE 可能是这个是纬度 这个是金度 OK 那你会发现后面结束会有个大刮弧 这个就第一笔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结构一定是大刮弧里面 然后呢 KeyValue 然后第一笔资料OK之后 中间加一个豆点 然后第二笔资料在这里 大刮弧 有没有 然后再到哪里呢 再到这边的结束 那你会发现它的Key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Key当成是栏位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资料 那你说老师那其他 它为什么不直接变成一个表格资料 那问题 这每个资料格式都有资料格式的意义 你不能说全部都变表格 所以你不改变它的这个资料格式的前提下 你要怎么样拿它来应用 那跟各位讲 其实Excel里面其实是可以处理那个Jetson的 所以如果假设了你遇到是Jetson格式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处理 当然有啦 不过特别注意 可能你的那个Excel还是最新版的 如果你的版本不是最新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个功能 有没有看到 在那个就是 应该是2019年以后的版本才有 在资料里面的取得资料 就有个从档案 就有个从Jetson 你就可以这样的方式 假设啦 如果你是那个要用那个Wi-Fi 在台湾的那个Wi-Fi热点的这个链石的话 那你怎么取得啦 当然最好就是CSV没什么话 CSV打开就OK了 没什么话讲 但是如果你刚好你要的那个资料 它只提供Jetson 那怎么办 如果你是Excel的话 最新的版本OK 这边也不是有从Jetson 然后再来的话很简单 他问你说你档案在哪里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在下载的地方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ITW底线T 这个应该是Jetson 然后把它汇入之后 他就会帮你转换了 所以其实不是不能变成那个表格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倒表格 本来这个资料 它不是表格 你可以把它倒表格 所以你按一下 倒表格之后的话 然后他问你说 是不是帮你把它做成那个清单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定 没有的话按确定就好了 好 那再来的话 不是直接按关闭 最后还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做 就是你的这个Record Record的话是一笔一笔的资料 也是刚刚keyValue keyVif这样的架构 那你要怎么把它变表格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关键的地方旁边有一个 这个叫展开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地方 记得你要把它展开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 一般习惯是最下面这个 使用原始的那个什么 资料当成是 这个大部分都会把它打勾取消 把这个打勾取消按确定 你可以看到它会把一笔Record 里面的那个Value部分取出来 然后呢 栏位名称就在上面 所以刚刚是keyValue keyValue架构 这个时候就是key永远在上面 Value就永远在下面 那这样的话你按个关闭载入之后 你会发现 Jason的格式也会全部被汇入进来了 也不会有问题啦 所以如果假设不是CSV 是这个Jason也OK啦 不过因为这一题没那么复杂啦 这一题的话刚好就是说 它其实已经提供给我们什么 提供给我们那个CSV啦 所以你干脆用这个CSV好了 它相对简单 如果没事不需要用Jason 你就直接点开 然后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 这个热点的资料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CSV还是有一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就是编码格式 如果不是big5的话 有可能你直接开起来会是乱码 当然因为我们电脑好像Windows 11 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被解决了 不然的话理论上你直接打开 直接这样开启的话 它应该会看到的结果 会是乱码状态 OK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 如果你的电脑不是Windows 11的话 可能会看到的是一堆乱码 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堆乱码的话 跟我讲你不要直接开起来 那你就直接怎么开 可能还必须要多一个动作 就是你不是直接开启 而是你变成说如果你要开那个什么 开刚刚那个档 如果假设了 因为我们电脑是最新的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假如你电脑刚好不是最新的 或你的电脑不是最新的话 那你可能要不是直接下载之后直接打开 而是你要先开Excel 然后选择空白活页簿之后 再利用资料里面的汇入 汇入的话就是直接从文字CSV 不是直接点两下打开 而是把它利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从CSV 然后找到之后按汇入 这样的话它多一个步骤 什么步骤 它会帮你找出你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有没有 它会跟你讲说你是不是UTF8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帮你用UTF8来呈现 载进来就不会乱 不过有可能一种状况它选错了 可能它选到什么 选到Big 5 有没有 Big 5它居然也没有出错 或者它选择的是什么 其他的语系 如果假设一个错误的语系 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是一堆的乱码 我们是新 不过因为我们是Windows11 它好像 Unicode多过语系 它任何编码它都会帮你转正确 所以比较不会有乱码问题 当然不是每一台电脑都一定是 这个新的版本 假如不是的话 它应该会自动帮你选择UTF8 然后你按载入之后的话 一样可以看到没有这个乱码的资料 所以待会期也许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也许我们再延伸一个练习就是 请各位找一下iTai1 这个练习 然后把它载进来 载的方式不是下载打开 而是先开Excel 再开空白活跃簿 然后用资料的方式把它载进来 把资料 这边有个从文字CSV 这个功能 然后载进来之后 它会变一个表格 所以请你把这个表格 我习惯是把它恢复成 没有那个什么 像现在是一个绿色的样式 我的习惯是希望把它改成 不要有这个样式的话 那怎么改 其实这边有个清除 所以 预设是表格 表格就是Table 就是资料表 那如果假设你不想要有表格的样式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表格样式把它清除掉 OK 它恢复嘛 然后呢 再来我的习惯是 我不太喜欢用表格 所以我会把它 再按下一个按钮 叫做 转换为范围 因为你直接套那个表格样式 虽然看起来有点漂亮一点 但是感觉 我不太喜欢就是一下增加太多样式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恢复的话 那再把这个表格转换为范围 OK 按一下 那你会发现 那按下这个转换为范围 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上方的这个 下拉清单就不见了 这个就不见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这个iTai One的这个来列 你去看看好了 这个的话我是从那个什么 CS 底下这边有个CSV 然后我是浏览的次数 按多到少 然后呢 它会找到应该是第二个page 所以你找到第二页 那总共这么多页 四万多页 OK 那其中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叫做iTai One 叫什么公共区域免费服务 什么无线网或上网热点 这个选行 我是利用这个来做练习 OK 试试看好了 好 消息 好 谢谢观看